晚安宝贝 凯特阿姨说故事 哈喽 欢迎来到凯特阿姨的说故事时间 我们今天要说十二生肖的由来 相传在上古时代 人们不晓得计算年月的方法 于是就去请玉皇大帝帮忙 玉皇大帝觉得动物和人们的关系最密切 如果用十二种动物来做年份的名字 人们一定最容易记得 不过地上的动物这么多 要如何选出十二种动物来呢 玉皇大帝就决定在自己生日的那一天 举行一次动物渡河比赛 最先到达终点的十二种动物 就会被选出来名列十二生肖 当比赛的消息公布之后 所有的动物都纷纷讨论起来 希望能赢得这场赛跑 那时候猫和老鼠是最要好的朋友 它们吃在一起 睡在一起 简直形影不离呢 老鼠说 我很想跑在前头呀 猎民十二生肖中 可是我身子又小又不会游泳 怎么办呢 猫说 既然我们身子小跑不快 就应该早早动身 我知道水牛平常天不亮就起身了 那一天我们请水牛叫醒我们 也许就可以跑在前面了 老鼠拍手跳起来说 好急啦 就这样子办吧 到了玉皇大帝生日那天 天还没亮 鸡也还没提呢 河上的水牛就来把老鼠和猫叫醒了 水牛笑咪咪的说 看你们迷迷糊糊糊的样子 不如爬到我的背上来 我载你们一块走吧 老鼠和猫就卷浮在温暖又宽大的牛背上 舒舒服服的又睡了一觉 当它们醒过来的时候 天才刚刚亮 却已经到了河边了 猫在牛背上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高兴的说 过了河马上就是目的地了 看来我们三个是跑在最前面的啦 是啊 你出的主意真好 老鼠嘴里这么说 心里却在盘算 跑在前头是不错了 不过要怎么样才能跑在水牛和猫前面呢 怎么想要得第一名呢 自私又狡猾的老鼠想出了一个坏主意 当水牛游到河中间的时候 老鼠假心假意地靠近猫说 猫姐姐我们就快到河边了 嘻嘻 你看看四周的风景多美啊 真的好美哦 猫姐姐果然真的四处张望 就在这个时候 老鼠狠心地用另一堆鸡 猫没有坐稳 猫不通就晒到河里了 嘿嘿嘿哈哈 老鼠忍不住笑出声来 大水牛发现背上的重量减轻了 回头一看 却发现许多的动物都在陆续地过河 它便赶紧加速 并没有注意到猫姐姐掉到水里了 而狡猾的老鼠早已经偷偷钻入大水牛的耳朵里面去了 大水牛很快地过河 眼看就要得到第一名 心里正高兴着 突然从它的耳朵跳出了一团黑黑的东西 大水牛愣住了 停下脚步 仔细一看 哦原来是老鼠 老鼠却一溜烟丝地往前跑 等大水牛看明白之后 老鼠早就跑到终点得到第一名了 玉皇大帝看老鼠最先到达 感到奇怪 便说 老鼠你不会游泳又跑不快 怎么会最先到达的呢 老鼠得意洋洋地回答说 我虽然小可是头脑聪明 当然得第一了 玉皇大帝听了点点头 一眨眼大水牛也到了 得到了第二名 不过它一直对老鼠 摸摸的叫很不高兴的样子 不一会儿老鼠一声湿淋淋地跑过来 很有自信地吼 哈 我是第一名吧 不 我才是第一 你光靠力气没有用啊 要像我 老鼠很不客气地回答 于是老鼠和老虎就吵了起来 突然间天边卷起一阵狂风 一只巨龙从天而降 就在龙快到达终点的时候 突然一只蹦蹦跳跳的小兔子 飞快地跑到玉皇大帝前 得到了第四名 原来小兔子不会游泳 是他在别的动物身上 用跳的过河呢 而龙呢 他会飞 应该最早到的呀 玉皇大帝便好奇地问他 为什么会晚到 我原本可以很早到的 可是我到洞边去降了一场雨才赶来 所以就耽误了时间 龙是专门负责天上降雨的动物 责任感也特别强 他很认真地回答玉皇大帝 一会儿他们听到一阵马提声 四周扬起了许多的灰尘 隐约中看到了马 羊猴子鸡还有狗拼命地跑着 马跑在最前面 眼看就快要到达终点了 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我来了 我先到了 草丛里钻出了一条大蛇 大蛇引来了一阵混乱 老鼠和兔子害怕地躲起来 大蛇平常最爱吃老鼠和兔子了 今天却很有礼貌地说 我今天特地来参加动物渡河比赛的 放心吧 我不会吃你们的 马一听到高兴地乱叫 我第几名啊 第七名啊 算你运气不错 鸡之 老鼠抢着回答 不久老山羊猴子 老山羊猴子还有大公鸡 纷纷到了 你们三个怎么会一起来啊 狮狮 老山羊慢吞吞地说 我们在河边捡到一块木头 坐在上面互相照顾着过河 调皮的狗也来了 其实它早该到了 因为贪玩在河里洗澡 耽误了时间 得到了第十一名 比赛快要结束了 已经到达的动物 都想要看看最后一名是谁 大家伸长了脖子 四处张望 过了好一会儿 听到 奇怪 平常最懒的猪 怎么也来了 是不是有好吃的东西啊 猪喘着气说 大家听了都捧着肚子 哈哈大笑说 真是一个弹吃的家伙耶 虽然如此 猪还是得到了第十二名 鱼皇大帝 郑重地宣布比赛结果 十二生肖的排名是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话还没说完 猫急急忙忙地赶到了 它全身湿透 一副很狼狈的样子 它一来就赶紧问 我的第十名 我的第十名了 鱼皇大帝和善地说 你来晚了 什么名都没有 猫一听 气得不得了 猫 都是可恶的老鼠害的 我要吃掉它 说着便伸出利爪 猫猫 鱼皇大帝连忙阻止 可是猫哪里忍得下这口气啊 不顾一切的向老鼠冲过去 猫猫 老鼠知道自己对不起猫 又惭愧 又害怕 吱吱叫着 直往玉皇大帝的椅子下钻 老鼠虽然在比赛中赢了 列入十二生肖的第一名 不过 它却提心吊胆 随时怕猫来找它报仇 从此以后 老鼠一看到猫的影子 就拼命的逃啊 甚至大白天 也得躲在洞里 不敢出来 这就是做了亏心事的报应了 哇小朋友 我们今天十二生肖的故事 就说到这边 也快要过年咯 小朋友们 新的一年 要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要照顾好自己 也要照顾爸爸妈妈哦 我们就要在这边说晚安了 对了 凯特阿姨要过年之后 再跟你们相见咯 晚安 拜拜